美国总统特朗普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提出了巴勒斯坦立国的计划 消息一出耶路撒冷东部地区随即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在约旦罗西岸和加沙地区一带聚居的巴勒斯坦人 完全不能接受美方一面倒向以色列倾斜的国策 并且扬言反抗到底 其实为什么美国那么宠爱这个圣经上的应许之地 令到它在外交和经济上都对以色列处处袒护呢 The Israel Lobby and US Foreign Policy 这本书将这一切的缘由美美道来 这本书由John Mearsheimer和Steven Ward 两位可以说是殿堂级的现实主义理论学者所编著 由以色列瑞克团体的角色操作 去否释以色列崛起的故事 希望通过确立自身的民族地位 继而建立主权国家这一种套路 在各国的独立史上可以说是屡见不鲜 但除了武装革命之外 组成战斗团体已向大国游说 亦是协助建国大业不可划决的一部分 在这方面以色列是其中的表表者 这本书提到犹太人如何建立自己的以色形态 即是所谓的石安主义Zionism 继而组成政策倡议和无款的团体 派出瑞克影响美国本土政治 令到美国的外交政策长期向以色列倾斜 协助以色列和中东各国和巴勒斯坦的角力 并且从中树立本身的国际地位 首先讲讲这本书的结构是怎样 Milsheimer和Walt在书中首先介绍 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 即是The American Israel Public Affairs Committee 所谓的IPEC 这些瑞克组织如何壮大自身的势力 去整合亲以色列的力量 通过影响美国政府和非政府机构 协助以色列去巩固军事和经济质力 第二部分就侧重论述瑞克团体 对于美国实质政治的影响 从而衡量以色列推行瑞克政治的得失 或者在开始讨论这本书的内容之前 可以和各位听众讲一下 什么叫瑞克政治 所谓lobbiist politics 瑞克组织是美国政党政治里面 不可或缺一部分 这些组织的功能和规模各有不同 由针对着各个议题 拥有共同目标的个人或团体 形式组成 顾名思义 第二亲以色列的瑞克集团的蓝图 就是它要引导美国国策 走向更加有利以色列的方向 IPEC 就是美国最大型的亲以色列瑞克团体 它由15个小型组织共同管理 当中的成员立场相对右倾和极端 原因是极有的石安主义者 往往会有更大的动力 去投入金钱和资源援助 相对地 比较温和的派别 一些亲巴勒斯坦的分子 或者中间派 就未必有同样的动力 这里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瑞克组织其实不会直接资助 任何政客的竞选活动 取而代之 他们会游说 相近政治光谱政治行动委员会 支持的某个候选人 这正正是为了巧妙地避开 联邦选举法的监管 去支持某些特定的政客加入政府 亲以色列瑞克团体的策略 可以简单地用四个字来形容 银蛋政策 根据英国《卫报》指出 IPEC 在2018年分别向共和和民主两党的中期选举工程 贡献了接近500万美元的经费 财政优势是财力红厚的以色列人影响美国本土政治的利器 但这些钱具体又是怎样去利用呢? 作者在书中提到他们的游说手段大致分为三类 第一 塑造媒体和学术取向 第二 控制意识形态 第三 直接主导政策意见 先讲塑造媒体和学术取向 媒体贵为民主政权 除了司法、立法和行政以外的第四支柱 掌握了公众视听的资讯来源 主流媒体为某项政策定调的话 民意大多时候都会随之而流动 以色列瑞克组织就看准了这一点 利用组织的人物和主流媒体打好关系 令他们评论和报道贴近亲以色列一方的立场 虽然留意的是 瑞克其实不是直接控制媒体的意见 反而这些瑞克集团是强调 以色列作为中东地区唯一的自由民主政体 令到社论作家和前线记者去认同以色列的重要性 塑造出亲以色列的舆论导向 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中的一线记者 比如David Brooks和William Crystal等等 大多数抱持着亲以色列的立场 只有很少数比如Robert Novak 会质疑美国亲以色列的政策 传媒意见的倾斜自然令到美国的民意偏袒以色列的一边 新媒体的兴起和学术界的书籍和文章出品有莫大的连结 有别于主流媒体、网媒和新兴传媒更加倾向引用学者或智库的研究结果 借助他们的严谨度和公信力去论证自身立场的准确性 在这方面以色列的瑞克组织也不例外地向这方面投入资源 他们向Brookin Institute等等华盛顿的主流智库机构大规模提出资助 其中以Seven Center的运作最为人遵遵乐道 Heim Seyman是一个其次鲜明的石安主义者 2002年他就向Brookin Institute捐款巨额1300万美元 支持他成立Center for Middle East Policy 举办有关中东政策的研讨会或研究项目 当中的内容大多亲近以色列的立场 甚少是批评美国亲以色列政策的害处 被这本书的作者Miris Hyman和Walt指出和批评 除此之外 IPEC也会邀请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去参与倡议色的研讨活动 令到他们在未来从事政策研究的时候 多数会以以色列的角度出发做深层的考量 IPEC就是由这些渠道去影响学术界的立场和生态 另外一个游说的手段就是将犹太人的政治信仰 融入了影响美国政客治国的政治哲学里面 石安主义的主族就是重建犹太人的国度 这个观念深深地影响了新保守主义学派的政治立场 Miris Hyman和Walt在书中提到 新保守主义学派认为美国要采取适当的军事手段 以推动其他国家民主化 并且将美国价值宣扬到世界上每一个角落 巩固美国的国际地位 以色列是中东地区少数的民主国家 普世价值比如说自由和人权是当地的共识 加上美国和以色列两国在中东地缘安全理念上大致契合 所以新保守主义的分子就认为拉拢以色列 并且深化他的国际地位是美国的当务之急 亲以色列的政治人物比如说Elliott Abrams和Williams Bennett 更加成为了石安主义者的最强后盾 加强了华盛顿对于以色列的坦户 和他们所信奉的以色形态和主流的基督教派存在分歧 但他们在美国所打造的思想工程十分重要 根据作者所说 这个派系认为以色列的诞生和以色列在六日战争里面的圣像 都是上帝应许的神迹 派系成员组织比如说COFI Christian United for Israel 不断向美国主流政圈和教会圈掩有关的信息 令到整套的亲以色列论述除了实际的政治利益考量之外 还有多一重宗教和道德利益诱因的加持 极大地巩固了华盛顿整个美国对于以色列的支持 相比起影响舆论风向和美国意识形态等等无形的努力 亲以色列瑞克集团在美国政治上的参与 更加突出了这些团体的强势 无论任何层级的美国选举 当中最重要的两个过程就是募款 和党团会议 獲得比较多募款 并且更加受主流党团所欢迎的候选人 当然就极容易在初选中脱穎而出 和其他党拳一高下 亲以色列的瑞克组织 针对理上两环都落了不少苦工 和IPAC有联系的多个地方组织 会向亲以色列的国会和参议院候选人提供资助 以2006年中期选举为例 独立候选人Joe Lieberman 收受了超过24个亲以色列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 令到他能够在前康乃迪格州州长 民主党对手Net Lamont手上抢回的议席 亲以色列的瑞克组织会时刻留意参众两院的投票记录 监察受资助议员的一举一动 一旦他的政治取向和亲以色列的分子出现分歧 不同亲以色列的政治行动委员会 就会开始撤回资源 并且在下一届选举中向党团推举另一个候选人 当然亲以色列瑞克团体也不会忽略美国总统的宝座 历史上近代历任的美国总统都保持着高度亲以色列的立场 只有少数进步派比如约翰金乃迪John F. Kennedy曾向美国立场提出质疑 定居美国的犹太选民高达500万人 而他们大多数聚居在宾夕凡尼亚州、纽约州、加州等等的主要州份 对于大选有决定性的影响 总统候选人为了选票难免要向以色列方面靠拢 以色列瑞克组织的布局由体制内外对于政局施育的影响力 令以色列的地位得以提升 亲以色列的瑞克集团之所以强势 除了战略的优势之外 其实也受惠于对加竞争者的不力 亲巴勒斯坦和平主义分子和亲阿拉伯国家分子 都是以色列瑞克的阻撂 前者以巴勒斯坦地方权益为优先 希望美国去担任仲裁者 将若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区 总共6242平方公里的地方 交给巴蜀自治政府的管理 后者即希望美国减少偏袒以色列 并且与其他阿拉伯国家进行磋商 以对话代替对抗 和平保障中东局势的安全 但尚述两者在手段和资源上 都大大落后于亲以色列瑞克组织 令到它在多方角力中处于劣势 前者来说巴勒斯坦的两国方案 虽然情理兼备 而且赋予巴勒斯坦国际地位 亦是化解以巴僵局的邻丹妙约 但是美国国内的亲巴勒斯坦分子 多数是左翼学者和政治组织 在资金上没有办法 只有少数如Jstreet的瑞克组织和政党关系较密切 但以规模来说仍然与右翼的亲以色列组织相比 以2019年为例 iPad整年的游说支出高达290多万美元 但Jstreet其实只是投入了40万美元 差距可以说是十分可观 相比之下 亲阿拉伯瑞克的处境甚至比左翼亲巴勒斯坦派更差 根据犹太模仪图书馆Jewish Virtual Library的统计 犹太裔人口在五大州份 即加州、纽约州、新泽西州、伊利洛州和佛罗里达州 都比阿拉伯瑞超出一倍 影响力之大显而易见 人口基数少 除了在选举中难以反映族群的代表性 亦都更难囚集资金扩大游说规模 为阿拉伯瑞争取权益 由此可见 资源和手段在游说大国支持中缺一不可 否则只会像阿拉伯地区和巴勒斯坦一样 遭受大国的冷待 以色列的瑞克政治在2003年 喬治布殊主政的时期 对于政局影响极深 分别在推行road map to peace 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平路线图计划 以及发动伊拉克战争一仗当中 都发挥了决定性的功效 首先 喬治布殊的外交策略深受新保守主义幕僚的分途 当时的美国政府希望通过向外扩张 重塑美国的国际地位 入侵伊拉克和制定伊巴和约 就是调和中东局势的良弱 讲到中东局势 以色列当然就不会坐视不理 以上两项策略对于以防的利益正好是一利一弊 首先只要美国将撒达姆政权打垮 以色列就能够享有长久的地区性安全保障 以色列瑞克集团赞成了以上的提议 并且策动了温和的游说计划 时任以色列总理内塔利亚湖 在2002年4月到访华盛顿 和华盛顿邮报办公室和多位时任的美国参议员会面 警告美国撒达姆正在研发核武 长远会对中东地区造成巨大的威胁 然后亲以色列的瑞克组织 Euginsa, JINSA等更加和新保守主义分子组成统一战线 利用时任国防部政策副长USDP Hunder 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Policy Douglas J.Five 在华盛顿的影响力整合鼓吹发动战争的力量 以评论文章或政策枪移的方式 鼓励美国出兵伊拉克 今天看回这段日子 很难说以色列是赢了些什么 虽然当时亲中东阵营游说反战不力 伊拉克战争爆发 当时的伊色列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 但是伊拉克战争却是造就了伊斯兰国的崛起 为以色列和中东地区带来新一轮更大的挑战 当然了,这些都是后话了 小国寡民从来都是人口较少的民族国家 在提升自身国际地位时遇到的最大障碍 以色列的例子告诉我们 只要有资源配合情理兼备的论述和不同形式的手段 加上优秀的组织力 在体制内外影响政治生态 即使是一个只有872万人口的国家 亦都能够得到大国息切的关注 提升国家的地位 多谢各位听众对于我们Gloco Podcast的支持 如果喜欢我们的内容或者有那么多不同的意见的话 欢迎comment,like,subscribe我们的内容 多谢各位